使徒行传第八章 从这日起,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,除了使徒以外,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,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反埋葬了,为他垂胸大哭,扫罗却残害教会,进个人的家,拉着男女下在间里。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,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,众人听见了,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,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。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的,那些鬼大声呼叫,从他们身上出来,还有许多瘫痪的,瘸腿的,都得了医治。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,有一个人,名叫西门,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,妄自尊的,是撒玛利亚的百姓旌旗,无论大小都听从他,说,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。 他们听从他,因他久用邪术,使他们惊奇。 极致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,连男带女就受了喜。 西门自己也信了,既受了喜,就常与腓利在一处,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义能,就甚惊奇。 使徒在耶路撒冷,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,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 两个人到了,就为他们祷告,要叫他们受圣灵。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,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喜,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。 他们就受了圣灵。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,便有圣灵赐下,就拿钱给使徒,说, 把这权柄也给我,叫我手按着谁,谁就可以受圣灵? 彼得说,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,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。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,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。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,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,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,被罪恶捆绑。 西门说,愿你们为我求主,叫你们所说的,没有一样领到我身上。 使徒既证明主道,而且传讲,就回耶路撒冷去。 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,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肥利说, 起来,向南走,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,那路是旷野。 肥利就起身去了,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,是个有大权的太监,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鸡的手下总管银库。 她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,现在回来,在车上坐着,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 圣灵对肥利说,你去贴近那车走。 肥利就跑到太监那里,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,便问他说, 你所念的,你明白吗? 他说,没有人知教我,真能明白呢? 于是请肥利上车,与他同坐。 他所念的那段经说, 他想羊被牵倒,宰杀之地,又想羊羔在肩毛的人收下无声,他也是这样,不开口。 他卑微的侍候,人不按公义审判他,谁能输说他的世代,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 太监对肥利说,请问先知说这话,是知者谁?是知者自己呢?是知者别人呢? 肥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,对他传讲耶稣。 二人正往前走,到了有水的地方。 太监说,看呐,这里有水,我收洗有什么妨碍呢? 于是吩咐车站住,肥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,肥利就给他施洗。 从水里上来,主的灵把肥利提了去。 太监也不再见他了,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 后来,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肥利,他走遍那地方,在各城宣传福音,直到凯撒利亚。 太监他了,遇见肥利,四番变肥利,我是肥利,四番变肥利,四番变肥利。 两三十五年巨利,四番变肥利,四番变肥利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